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头条宿地 下面让我们先来关注意大利酷热难耐 致命热浪可能打破欧洲记录 本周意大利的致命热浪可能会打破记录 该国部分地区的气温预计将飙升至45摄氏度 高温已经夺走了至少一条生命 政治家尼古拉·弗拉·托安尼表示 周二意大利北部城市洛迪的一名44岁道路建筑工人 倒在路边,在医院死亡 他以请求制定法规,在持续的热浪期间保护工人 罗马民房负责人朱塞佩·纳波利·塔诺表示 周二和周三早些时候,罗马有几名游客因中暑晕倒 其中包括一名在古罗马斗兽厂前昏倒的英国游客 欧洲大片地区的高温是由热穷引起的 当高压区域在同一地点停留较长时间 将热空气困在下面时就会产生这种现象 预计周五意大利中部和南部将出现极高气温 届时首都的气温可能会达到破记录的40至45摄氏度 意大利卫生部本周在罗马、佛罗伦萨和伯罗尼亚 等27个城市发布了红色警报 热浪是最致命的自然灾害之一 报告发现去年的热浪导致欧洲61672人死亡 报告称,意大利的死亡率最高 去年约有18000人因高温死亡 无法使用空调的弱势群体面临的风险最高 欧洲只有不到10%的家庭拥有空调 而美国约有90%的家庭拥有空调 预计湿度也会上升 浙江加剧意大利各地的苦难 政府已发出警告 要求留在室内保持水分并避免阴久 企业被告知在接下来的两周内 尽量避免在中午至下午5点期间派人外出工作 一些儿童夏令营也暂停活动 像罗马这样的旅游密集城市 也在主要景点附近提供降温站 包括物化帐篷、免费水和现场的医疗保健官员 来应对中暑 预计从周五开始 该国的高温也会加剧 下周气温可能会飙升得更高 据意大利政府称 他们甚至可能接近2021年8月11日 在西西里岛创下的欧洲历史最高气温 最高气温记录48.8摄氏度 热浪还影响着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其他欧洲国家 西班牙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 国家气象局周三警告称 该国部分地区气温可能达到44摄氏度 继这轮热浪之后 西班牙4月份又经历了一次热浪 当时的气温飙升至38.8摄氏度 打破了此前的全国阅度记录 科学家发现人为造成的气候危机 使这场热浪影响葡萄牙、摩洛哥和阿尔吉利亚的可能性增加了100倍 普京访华或已排上日程 克里姆林宫星期三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的访问已经排上日程 而现在正是强化两国之间密切关系的最佳时机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一场例行记者会上指出 普京的访华日期一经确定便会对外宣布 中国政府今年10月将在北京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俄罗斯国会上议院议员前俄罗斯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在接受采访时透露 中方期待普京今年10月前往北京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杰尼索夫透露说 习近平星期一在北京会见俄罗斯国会上议院议长马维·颜柯时 曾谈及普京即将访华一事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 普京访华期间将与习近平重点讨论双边贸易与经济合作 以及全球问题 俄罗斯和中国近年来由于分别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恶化 因此特别注重发展双边关系 俄罗斯去年2月大规模入侵乌克兰后 遭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严厉制裁 据报道 普京在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前 曾专程前往北京访问 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 强调两国合作尚不封顶 俄乌战争一周年之际 中国政府推出一项12点和平建议 这项和平方案没有提及俄军占领乌克兰领土 而遭到西方以及乌克兰政府官员的质疑 中俄印尼三国开展交流合作 促进地区和平稳定 中国俄罗斯印尼在雅加达举行三方会晤 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在会上表示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加速演进 世界经济复苏法力 地缘局势紧张加剧 各国迫切需要加强团结协作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共同应对风险挑战 中国俄罗斯和印尼同位新兴市场代表 和20国集团重要成员 开展交流合作符合三国共同利益 有助于推动多边主义进程 促进地区和平稳定 作为东盟对话伙伴 中方支持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 支持东盟各国牢牢把握 东亚合作正确方向 加快建设东盟共同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和印尼外长雷特诺认为 此次会晤是三方对话交流的 友谊尝试 展现了三方对维护东盟中心地位 和东盟方式的共识 将继续就此保持沟通 三方依旧粮食 能源安全交换看法 认为应完善全球治理 确保供应链畅通 保障发展中国家粮食能源安全 北约峰会闭幕 多项决定驻北约适应未来 在立陶宛首都威尔纽斯 举行的北约峰会闭幕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北约在过去两天 做出许多重要决定 以更加适应未来 北约也制定了冷战后 强有力的防御计划 并加强对国防投资的承诺 另外 北约成立了北约乌克兰理事会 并通过对乌克兰的多年援助计划 斯托尔滕贝格说 北约也会通过量身定制的伙伴关系 计划加强与日本 南韩 澳洲和新西兰四个亚太国家的关系 包括海事安全 新技术 网络 气候变化等方面 而在峰会结束前 七国集团和欧盟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 承诺为乌克兰提供长期安全保障 乌克兰将承诺实施改革 包括司法和经济改革 以及提高透明度的 以上就是今天国际新闻的头条素地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明天再会